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前三季 全世界IPO 这跟我的行业有关系 整个的影响 那上交所的极致金额是排名 这个全球第一 深交所是第二名 港交所是第四名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上交所 这个2022年的前三季 就说是这个上交所 深交所就上海深圳 这个表现都很好 港交所也不差 而且港交所呢 现在有可能再会冲上到 到第三名 如果到这个2022年 如果说它能够达到 1100亿港币的话 第三名 那今年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A股很厉害 2021年524家登陆 那总共募集了 5437亿元的人民币 那整个国外的 这个美国的市场 欧洲的市场 IPO的金额剩下十分之一 所以我的观察呢 有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 美国在今年资本市场 这个非常的糟糕 所以为什么像高盛啊 裁员 第二个呢就是 美国的中概股 回到这个中国去 第三个呢就是说 大陆的A股的这个市场 起来了 这是大家可以关注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